香港普通家庭的生活 今天我老公请假半天 我们一起去深圳办事 进城一趟不容易啊 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喜庆的衣服过去 早上他就说要去茶餐厅吃方便面 命生生被我改成了在家吃方便面 我吃点蛋挞喝点咖啡 去深圳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寄快递 大工人的标配是上车就睡觉 因为晚上还要熬夜追剧呢 过了关太多时间来不及了 我小跑前进把车寄存在快递公司 打车直奔目的地 还好比较近 办完事刚好吃中饭了 我老公还想吃茶餐厅呢 又被我改成了天堂菜 上次你们提醒我自己的团购 所以今天我从团购了一个三人的套餐 四个菜只要82块钱 你还是不算很红 肉颜色比较高一点 才20多万粉丝 餐厅环境还挺不错的 跟老公干个杯啦 一杯敬过往一杯敬明天 你们说我们两个都不怎么腻歪 确实也是 毕竟都这么多年的兄弟了 第一个上的是辣椒炒肉 这个菜我是一定要配米饭才过瘾的 一大口辣椒炒肉 送一大口米饭 真的太有满足感了 不过感觉这个辣椒还可以更熟一点 米饭也有点加深 总结一下 这个餐厅比较缺水 饮料也是送的 很奇怪 我不吃百香果 但是放了百香果的饮料 我当时可以接受 然后还有一个孜然土豆 感觉还可以再煎久一点 我老公比较喜欢吃这个青椒拆骨肉 但我觉得螺丝椒更好吃 所以我还是更爱辣椒炒肉 甚至里面的肥肉我也吃 这种白菜感觉香港很少能买到 四个菜我们没吃完 团购真划算呢 吃完饭出发去光口 我老公回香港上班了 我就在附近逛逛吧 天天熬夜 吃完中饭真的特别犯困 想找个地方躺一下 发现附近有头疗和肩颈按摩的团购 99一个小时 我团购了一张 店不是很大 还好没人 头疗我还是第一次做呢 他先给你按一按 捏一捏 揉一揉 这个工具呢 以前我老公经常买 用起来还蛮舒服的 就像一股股微电流 从脑袋划过 舒舒麻麻的感觉 然后到了肩颈按摩 感觉还是趴着按 比较舒服 更受力一些 躺着按呢 感觉就是隔靴搔痒 按不到痛处 中途好多香港人进来 按完再冲冲水洗洗头 用热毛巾给眼睛和脖子敷一敷 完了之后去旁边那个店 把头发吹干 这个团购就算结束了 我中途灵魂吞下了一小会 此刻真心觉得舒服了不少啊 路过大家推荐的圆寄银吞 发现这家店居然不用排队 立马买了一斤的鲜香蟹子银吞 35块钱一斤 他说有二十一二个呢 栽在旁边买了一些菜 枸杞叶 锅笋 叉烧包 豆腐 回去把快递一计 拉着回向马乱 赵面币 我切真的很含 我切掉了好呢 就是 في第一次